大家好,我是卡姐 卡姐在上一集也和大家介绍过 来这个山林这边爬山 其中有一段差不多一个多两个小时 是完全没路的,是攀着石头上山的 其实前面两位都是我的前辈 他们都已经是正式踏入了 可以是拿老人金的年纪 但是也是保养得非常好 健步如飞 比卡姐更大也是这个卡姐 卡姐也是跟着在后面 我其实不是说常常去行山 但是都会一个月起码四次 基本上一个星期去四次 我不知道会不会是overdue 那我就没有了 我最多是一个星期一至两次 看情况 继续行山的时候 又和大家聊聊 我有一件事记起 我就是前两天的事情 我忘记了这件事 今天是在行山记起来和大家分享 前两天 在一些视频转播的片段里面 有些youtuber就说到 何痴痴的嘴在阳光的时候 有一天她就说去站光 又说见一位大人物 然后呢 就过两个钟之后 都回到她阳光的家里做直播 那些人就说 其实在站光回阳光 就算是高铁都没有可能来回是两个多钟 不知道他们当中发生了一些什么事 后来那些人就是捕捉了一些镜头 一些特写 就说何痴痴的嘴就肿了 就是我嘴不是吃东西的那种肿 亦都不是唇膏化开了那些 是直接是嘴肿了 那就传问她说 会不会被人掌刮呢 或者做了些什么事呢 其实我相信 现在光天化日之下 如果你说在街上掌刮一位妇女 都不是这么简单的 分分钟就会被人捉的 那你就算她何痴痴多衰都好 那你如果是出手打她 即是在我们正常的思维里面 都是不对的 再加上是打女人 但是呢 前两天就帮我一间出租的 独立屋产草的那位阿叔 那她是来了都有成 差不多三十年的了 移民来的 那她就在广东那边来的 那她呢 那天我就要交那些钱给她 因为呢 就每个月计的 我就 她每个月 就每个星期都要上门 去产草 或者是收下些树 种下些花 那你虽然是出租屋 但是你那间出租屋 是独立屋的时候呢 你为了去保持它 比较外观 是好看些 就一定要维护的 所以每个月呢 就是月结 就付钱 这个产草阿叔 那天呢 就去见到她 她也都在说 她说 姐姐我也有看你的视频 这样 就说开 就顺便问她 我说 湛江去阳江那些路线是怎样的呢 很好奇地问 就是一些地方的知识 就是看一下要多远 现在有什么交通工具 因为我有时看到一些转播 有些好奇 阳江和湛江究竟距离有多远呢 她就说 说起又看到 亦都是看转播 这位阿叔 她就说 是啊 那一集我也有看 哇 很狼胎 她要见什么人 打到她的嘴巴那么肿 不行的 是吧 打女人 就算她几十恶不赦都好 打人都是不对的 她说 琪姐 我妹妹就在院城那里做苦科医生的 我说是呀 她说是呀 以前全家人都是数阿妹讀书最擅长的了 她就毕业于中山医学院的 之后她回到院城那里做苦科医生 亦都有一段时间呢 就是分到去一些近着深圳那边 例如好像东莞那一带 亦都是做医生 实习的时候 就经常分来分去的 那些看病的那些医院 她说她妹妹说 看到有一些病人呢 他们那些案子 她说有时看到都不知道是很激 还是很笑 很多那些年轻女 她就说年轻女 她说都不知道是不是 一些乡村的男人呢 她们看得外国的电影多 但是她们不知道拍电影 人家是kiss 那些碎碎 就是很斯文的 她们呢 理解错了 她们会是很欲紧 咬那个女仔的嘴唇 她们觉得越欲紧 爱得越深 爱得越强烈 所以有一段时间 有很多的女仔 有很多都 不敢说 觉得难迷情 她说就开一些 軟膏 那些药膏 给她们查 后来就碰到有几个 就直接说出个原因 她说 男朋友爱她的时候很不小心 咬她的嘴唇 就令她的嘴唇损了 或者肿了 她的嘴唇 都肿了 甚至有一些 她的嘴唇里的黏膜 都有充血 她说她当时做实习医生 都没有人分科 什么都看 在门诊里 当然是问 什么回事 嘴唇怎么会这样 是否吃了什么 当时她的妹妹 就在门诊 她就听到之后 她说 为什么会这样 可能想一想 是否那些人看外国电影 看得非常不理解 就以为 看到外国拍爱情片 那些男女主角 狗别重逢 或者是有什么原因 疼对方 但是别人不是 这种这么暴力的方式 所以有时 我们想象不到 我认为应该是 很文明的 但是你看看 何痴痴她说的东西 事实上可能 有些农村的人 不是我们想象之中 可以同步 是很文明开放 未至于那个地步 她说 其实你知不知道 有时 我们外人 就不知道 正常人 她说 其实 在乡间那些 那些年轻 女性 男性 她们都是很缺乏一些 性教育 不像外国 那样 在学校已经开始 有教你一些知识 她们是没有的 全部都是看一些 所谓的 特别的电影 她们就领悟到一些 她们自己认为是 可以这样做的 事 还有说到一些 例如 是特别行业的女性 她说 我说得斯文一点 卡姐 始终你都是一位 女性 你虽然比我年纪大 但是我都说得 比较斯文一点 你就明白 我在说什么行业 她说 我妹妹 接到很多病人 那些出钱去买 爱情 她说 都不是爱情 总之去买服务的人 那些人呢 是非常之粗魯 和非常之没有品的 她们以为是 有钱买的那些服务 她们就好像做大爷那样 想尽办法去摧残 那位提供服务的 妇女的身体 她们所谓的 哲吻 在外国的哲吻 或者你发色哲吻也好 或者你蜻蜓点水的哲吻也好 她们 Status love 是很斯文 很.. gentle 对吗 但是这些 mane 这些人 你知道吗 一对出来摟露的女人 她们有一种 要做測母她 才有快感的 那种思想 所以她们小接吻 是会咬她们的嘴唇 所以?' 她们这些嘴唇 很多时候 都会肿 的 不是说是打 不是打的 她說你們這些人搞錯了 她說我的妹妹由於做苦科醫生 她說有時都聽到那些女性來看病 各式的有時候有苦科有問題的病 她說聽聽聽 我妹妹都聽到很無骨悚然 雖然她做到專科醫生 但是聽聽聽 都覺得這班人很可憐也很可悲 她說其實有很多行業 為什麼要做這個行業 這樣被人摧殘 被人折磨 但是有時真的很難說 或者她們覺得被人摧殘一下 可能就沒什麼 賺到大錢 但是如果她說正正經經去電子廠 製衣廠去做 當然就是很辛苦的 那些人工可能又沒有那麼高 但是人家起碼身體健健康康 她說有很多從事這種特別行業的女性 她會做到自己是終生不育 沒有一生都沒有辦法再生寶寶 做過這些特殊行業的女性 再跳出來希望重量 嫁人 這樣就經常來看 苦科專科 希望懷孕 但是他們身體健康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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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女性 對於那些提供特別服務的女性 或者是有一些是做情婦的 或者做小三的那些 我相信都不會說太過連香蜥肉的了 可能都幾高危的行業來的 如果那個男人他和這個小三好 但是他之後也都歸宿了 回到原配裡 亦都可能被原配知道 又被原配打 很多原配打小三的 所以我不知道何痴痴那個來歷 但是他這麼機不擇食的 在那個街市到處去漏那些男性 我相信他是為了錢 還是為了些什麼呢 我們都不是說太過了解 但是單從他這一段婚姻來講 甚至他自己出口說 他說一定要找一些做得他父親 做得他父親 做得他爸爸生得出他的人 那些男人呢 那些男人呢 談戀愛呀 結婚呀 那我就真是很不明白 你就算是戀父情意結也好 那你明知道如果那個男人是都已經風足殘年 根本上那段婚姻是走不到尾的 那他之前究竟他在交男朋友 過程之中經歷過什麼呢 我們不知道 他曾經有一段說話 就說和何老千說 關於有那個小三傳聞那一段 他就說他自己經歷很多 就算你經歷很多 你都應該去珍惜自己 和真是正正經經去找一段 長久穩定的婚姻 我們真的有時見到他這樣 我真是不知道怎麼去說 那些人他們找到這些提供特別服務的婦女 他們不是那麼斯文的 是很粗暴的 什麼都有的 所以這些皮肉淺呢 不知道怎麼說 所以他的嘴唇應該就是被人咬 或者是被人是很粗暴的對待 但是這些你不說得他是打的 如果他真的拿手來打你的嘴唇 或者拿些什麼來打你的臉 你立刻都可以報警 但是你提供著這些服務 或者是你很愛慕的那個男人 而那個男人呢 也都可能自己有妻室 有太太 他出來只是玩而已 而他那種玩呢 是覺得他要給錢 他就要拿足他那種很變態的心理 所以都很悲苦的 那我就聽完他的說話 我都很震驚 因為在加拿大都很少聽到這些東西 那這位阿叔呢 他就說 你都知道 我妹妹說很多這些故事的 看得太多了 他說 在醫院那些專科那裡 就是很多時候都有這些婦女來求診 有時候覺得那些病呢 不是說一個婦女她自己因為她身體 基因病變啊 或者是她有些什麼自己的自身問題啊 或者免疫力的問題啊 令到自己有病 不是 而是呢 是傷害性 入侵性的那種損傷的 然後呢 加拿大姐呢 家裡也有很多位醫生啊 那我都回來問 我說 哇 這些人其實真是都是高危行業來的啊 做這些這樣的行業 那你不知道 就是你接那單生意那個人是不是變態的 是吧 就是如果他是變態的呢 那就真是 賺到都不夠醫病了 是吧 我就聽了之後 我就今天呢 藉著爬山啊 那又跟大家分享 就有個這樣的事情 那我也都相信 這一位的阿叔 她也都好老老實實的啊 因為她是家庭團聚過來的 那而且她說她的妹呢 也都是做到醫生啦 是不是 也都在廣東 還是廣州啊 最大的醫學院裡面畢業 她說唯一這個妹是讀得成書的而已 那所以呢 她說有時候 那妹回來 講到這些事情的時候呢 她們都聽到停筷子 她說在吃飯的時候 哇 為什麼這樣呢 就是你外面的人是不知道的 所以可想而知 其實啊 何痴痴她有沒有做過這些行業 我們不知道啦 我們也都不可以說去 沒有根據去說她 但是這樣說起她的嘴是否被人打了呢 為什麼突然間這麼腫呢 為什麼這樣呢 整個嘴是完全是腫的 那如果你說她會不會是食物過敏呢 那食物過敏很多時候都是魚蝦蟹那些過敏的 但是她每天都在吃痛風餐 沒有理由是魚蝦蟹過敏 她又沒有什麼說吃到其他的 是異性蛋白啊 或者是一些 或者她有固醇的過敏 很多東西 那些不吃得那些蜜子啊 不吃得那些東西 但是她是農村出來的人 她沒有理由不吃得那些東西 那所以呢 就覺得很奇怪啦 那就有很多個猜想 那現在呢 我反而是偏向相信 這位產草阿叔說的話 因為她當日是在做直播 那時候呢 就說有位大人物要見嘛 又說有車來接她 那她整個表情是很開心的 那會不會是那些是她的舊情人啊 舊相好啊 久別重逢啊 那樣 相見那時候太過欲緊啊 那所以就搞到嘴這樣啦 或者回到家裡 就見到她好像很悲傷啊 很悲傷啊 那樣 或者現實之中 她沒有辦法可以拼得甩 那個老千 也都是可能要提分手了 對方那個舊相好 那所以她當晚回到家裡 那個情緒呢 就有一點點古怪啦 就是這些是純粹猜測的而已 她也都在她的視頻那裡 講了一些說話 甚至她的表情呢 都令到看她的視頻那些人呢 會有一些聯想一些情景啦 那這些就是不怪得人的啦 其實何痴痴真是 我不知道她有什麼想法呢 她真是講來講去三腹痞 如果你真是滴起心肝 你說那四百五十萬 你有權去追的 也都現在打緊這一場仗的 但是現在這麼長時間下來 只是聽過她 當時說去旺角 去發援那裡 去做諮詢 但是打後都沒有任何的行動啦 她又說她很不得閒 你有什麼不得閒 你每天除了直播去吃東西 就沒有東西做的啦 是不是 如果你真是追這筆錢的 現在是已經有所行動的嘛 對不對 如果你不是有本事去追 也都知道這筆錢 你是追不到的 你說出來沒有意思的 但是現在真的看到她是 完全都沒有說實質行動 現在要準備好文件 要安排見律師 或者是去申請到去法庭 去申請看看什麼時候開庭 這一系列的法律的程序 她都沒有做 那你怎麼經常說去打這場仗呢 是不是 這兩天見到她讀稿 那個閱讀能力是很差 你看她讀到卡卡卡卡的 即是她不流暢的 整個句子讀出來的 那她還要很可笑 就是教人怎樣去閱讀 有什麼方法 那我真的覺得她 不要說太多自己能力不做到的事情 是吧 獻醜不如藏絕 那她經常就是讚自己呀 那又多漂亮呀 財商又怎樣呀 又讀多少書呀 其實真的大家都有眼看的了 有一點點文化都不會說 這樣撕開自己的一些底牌出來給人看 是吧 我相信有很多耕田的人 有很多鄉下的人 都有一個自知之明的 是吧 不會說她這樣的 其實她這樣其實是玩死她自己的 你如果是正正經經的 你應該去做一些 你自己說要想做的事 是吧 帶貨也好 或者說現在 何老千又說去上海 又說有些什麼 廠商找她 那你就趕快去吧 不要經常說 你經常在傳媒那裡說這麼多話 你說這麼多話 那些人又在這裡 句句來反你 所以她那些忠憤出來 說那些Youtuber 你們多事 沒有人多事 因為她每一天 她都是 在做大喇叭 是吧 她大喇叭就是 說她那些這樣的 財商大計呀 發達大計呀 要不就罵人呀 說一系列的東西 那你說得出來的 大家就是去看的了 現在香港 好似說得一份報紙 是沒有去說她的事之外 其他很多份報紙 都有在這裡說她 那這些也是大眾傳媒來的 所以大眾傳媒說得的東西 我們都是可以有權去說的 要不就收起自己上來 沉寂 是不是 如果她自己本人都是大喇叭的 難怪所有人都會針對她的行為 說話 來 在這裡 遺餘她也好 取笑她也好 這個是必然的了 所以她的忠憤 就沒有出來 互主 很盲目互主 你如果是想別人不去 句句去回擊她 她首先這個當事人 就是要沉默 停一段時間 不會說有這麼多人 再去追蹤她 對不對 對 還有她有很多的說話 都是很矛盾的 又說沒有錢 做生意 她有很宏大的理想 那你連讀一個留言 你都讀到這麼脫隙的時候 你怎樣去 又說開財商學校 是不是 你口才還要教人 她真的不知廉恥到極點的了 還有一件事 是很多人都看她不習慣的 就是 她說 借錢生活 她都不會去打工的了 你那些人 為什麼要逼我打工 逼我打工 阻礙我發達 那你又怎樣發達呢 我們都很想看到她發達 亦都希望她發達 是不是 但是 我們都看到這麼長時間 都看不到她做出一些什麼名堂 你每一天這麼有閒 你如果是擺地攤的 你亦都可以起得這麼早 你一早應該去擺地攤 賣饅頭也好 擺地攤煎牛扒也好 那你有個實際行動 不要得過港 它現在完全是得過港字的 每一天呢 就東港港西港港 那得過且過 你現在的熱度還有OK的 當你的熱度沒有的時候 那些人就鳥獸散了 全部走光了 不會再關注她的了 什麼黑粉中粉 我相信她那些中粉 都不會覺得再有這樣的意願去看 因為你沒有內容 是不是 現在罵人 你也都罵完了 是不是 說你的法財大計 那我們聽來聽去都是沒有下文的 不見你有實際行動的 是不是 那你想怎樣呢 現在 我都不知道她現在想怎樣的 有時候真的看見她很可憐 也都很可悲 也都很可惡 一個女人 如果你是有事業奮鬥心的 我相信你的第一桶金去創業的 不要訂到一百萬 是不是 你可以夏天拿些水果來賣去擺攤 我相信你現在有些公路邊 或者有些馬路邊 你自己不需要租一個店 是不是 拿荔枝龍眼那些黃皮 那些你擺地攤先賣 是不是 但是 不見她有實際行動去做 牙姐說話 就比較忠肯一點 你說要去做事 那你有個行動 讓我們看到 你真的現在在賺錢 就算賺不到也好 都讓我們看到 你有那份的決心 和毅力 現在她好像天天坐著在那裡 百無了賴 其實那間房子來說 她經常說 那間房子收不到她 怎樣 這件事 我都好像有少少都心灰意冷 我不知道現在房署是怎樣的一個政策 她完全在這個月 現在已經是差不多九月了 很多學生哥都開學了 都不見她回到她家裡住 天天就在深圳那裡住 是吧 還有一句她就說 那些人害到她的老公沒有房子住 真是覺得奇怪 如果一個男人 連自己住的地方都沒有 學什麼人儲老婆 你租的那間房子 你都有 對不對 你呀 何痴痴你和她結婚 你知道她一直是住在她的第二兒子那裡 你反而和房署的職員說 她長期是住大陸的多 其實你在街市裡 撞到這個何老千 這個何老千就是住在附近的屋邨 她又怎會在長期住大陸呢 而你明知道這個男人 連鬥口都沒有 你都要嫁她的 你看的就不是她 何老千有沒有鬥口 而是何老千跟你 在這裡來畫大餅的時候 說她有四百五十萬 有舖啊 有樓啊 那你就中個頭埋去 是吧 你有沒有說你這件事 你經常就說 那些人搞到你老公沒有屋 如果一個男人 要儲個老婆 你就算租劏房 你也有個地方啊 你現在是怨黑粉 這個男人從來都沒有一個自己的家 可能她的原配太太 她的前何太在這裡的時候 他們有個家的 但是前何太走了之後 她應該就是去搭單的 就是搭在那些子女的家裡住的 那一個這樣的男人 你出來跟她結婚的時候 你就已經要跟她說的了嘛 究竟在哪裡安家啊 哪裡才是她兩夫妻的愛巢 可以這樣說 但是沒有啊 你就順理成章 就將她帶回你自己的公共屋邨那裡 就是屈蛇啊 那你明知道屈蛇是不可以的了嘛 是不是 怎麼說那些黑粉 害到你老公沒得住呢 就是有時候說些話呢 我們是一樣一樣來講 對不對呢 你加不加名的 這些是你自己的決定來的 你有什麼天大的理由不加名 那你就出去租屋住了 對不對啊 現在不是那些黑粉 令到你沒有屋住啊 而是你想東張的時候 是五月份 好像是吧 如果我沒有記錯 你這個何老千已經在你那裡屈蛇 屈了很久的了 起碼都屈了 是不是有成兩個月的時間的了 那就是證明這個男人 連一個居所都不能提供給你 就是說這個男人 連何痴痴的上一任的丈夫都不如 她上一任的丈夫都叫做 衰衰都有一間劏房啊 而這個男人是流離失所啊 這個男人和那些homers 和那些無家可歸者有什麼分別呢 我有一集都說到了 我說不如叫她去住那些店 去淘寶買一個那些露營帳幕啊 買那些帳幕來住啦 搭帳幕啦 看看在那裡天橋底啊 那裡來搭啦 沒有人害到她無家可歸啊 她和何痴痴結婚那時候 都已經是一條身走出來啦 那她有什麼價值呢 如果那個男人 是正正經經是要去娶一個老婆的 就應該去租一個地方 對不對 你租村屋也行 她既然這麼厲害啊 說到自己這麼有錢 為什麼你何痴痴蠢到這麼醜啊 我不知道有沒有猜錯她啦 你現在去和那個燒烤店 她現在是她鄉下那個 做人小三的那個男人 你明知人家有老婆的 你就插著腳過去 到後來呢 你就卑微到說 三人行都制了 如果人家的原配太太肯的話 就是說這個人 她根本上和所有男人都是狗邪之合 就是做狗男女 你不會說一個長狗的 如果一個長狗的婚姻呢 你首先 不是說拿些錢要買什麼龍鳳雅 而是你首先要跟她說 住在哪裡 是不是要有一個鬥口 如果 連一個鬥口都沒有的 那這一段是什麼婚姻呢 你明知道屈蛇是不可以長狗的 你也不去 加名 你又說有理由 如果加了名 追不到那450萬 那你就快快手手 現在就要去 準備好一些法律文件上去 安排上庭 要上法庭 對不對 又不見她做 絲毫都沒有做到任何的 法律程序之前 要prepare的所有的文件 或者是要怎樣找律師 又不見她做這一部分 那你現在是想怎樣 現在她就想著 你們這些人做Youtube很多錢 我不如我也做了 那將來幾萬元收入 如果何痴痴她真是 低起心肝去做好一個頻道 不是這樣做的 你是認認真真 拿出一個主題出來做 就不是每天來罵人 挑機 去拿別人的那些錄音 來填你那些直播時間 如果這樣 你只是自取滅亡 這樣做不下去 見到她真是一事無成 她 回過頭又說 如果她學其他Youtuber 有一份比較可觀的收入來說 即刻房署就會收回房子 很理直氣壯去收回這間房子 其實她現在每一條路 她自己走都是 都幾驚激滿途的 可以這樣說 怎樣走她都是有麻煩的了 好心你就不要天天這樣開壇作法 用這些時間 該去打工就打工 該去擺地攤就擺地攤 這個人又很懶 而且我覺得她的婚姻官 簡直都不是長久的婚姻官 你去插足別人家的家庭 你也都明知道這種關係 是在踩鋼絲的 你是一個第三者 如果那個男人是接受你的 都不用你天天坐在燒烤店 來捕別人 好了輪到了 趕快找到這個街市的老千王 這個老千呢 亦都沒有一個鬥口給她的 其實做女人做到她這樣 很悲良的 看見她是不懂怎樣說 很多人工身階層的 工一份婆一份 老老歷歷的都會創造了明天 她反而選擇一個八十歲的人 根本已經失去了工作能力的人 你現在每次都說離婚了 離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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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呢 如果這個何老千 你跟她正正經經說離婚呢 這個何老千是不知道怎樣 我亦都不想去猜測了 總之一想到都挺可怕的 那你就扔著她 是不是 到處拉著她 到處走 有人就說 不用擔心 何老千現在都是 有些棺材本可以吃一下 那就先吃著 但是我真的未見過有一個女人 這麼大食懶的 每天就在那裡吃 坐著在那裡對著電腦 又不去做工 我真的從來沒有聽過 誰說過 你逼我去打工 你阻我發達 講到這裏 又和大家交代一下 看見兩邊這邊的樹林 曾經是生火 你看看燒到那些樹都黑了 再向入一些的山林裡面 那些樹就燒到乾了 只剩下一些石在那裡 這些很多時候都是一些 閃電引起的山火來的 亦都是大自然循環 山火燒了些樹 又再生回 所以就來到這一段 就看到了 這裏都有幾大片的樹林 簡直是燒到當時應該都幾大火的 就看到在這裏 有這種情景 又和大家去交代一下 好了我們繼續走 就繼續再和大家講了 打工就不發達了嗎 有很多高級打工仔的 在北美 分分鐘有些打工仔 百萬年新千萬年新的 你看看以前 李嘉誠那個 得力助手 霍先生 很高工的 你不要在那裏講打工仔 只不過你所講的打工仔 就不是那些層次 你讀稿你都讀不成功的 我也不知道他 真的有時候看他讀稿 讀到這麼脫隙 我覺得很好笑的 真的 打工就阻止發達 現在你沒有打工那麼久了 之前那些我們不去計 只是看回你現在 五月份 東張到現在 那你沒有打工了吧 我沒有見過你打什麼工 他經常跟別人說 在直播那裏 我正在做一些大事情 我現在計劃做了些什麼 你不要在那裏吹 吹了那麼久 你要助言起行才行的 對不對 現在這大半年來 你沒有打工 那又誰阻礙你發達 沒有人阻礙你發達 其實我想他可能最成功 就是他自己做了Youtuber 他又說學會了很多電腦知識 很多這些事情 事實上是的 看他的level 現在就已經是跨前一大步了 但是他又不好意思說 做Youtuber賺錢 他死後都不認 就說現在做一些很重要的事情 做一些大事情 那你現在做的大事情 我們大家眼見的就是 你每天在那裏做直播 你的事業就是每天在那裏做直播 直播就是你的大事情 是不是 沒有人阻礙你發達 沒有人阻礙你現在做老闆 你現在隨時可以做老闆 我有時看見他 真的沒有見識這種女人 真的從山村出來 我不知道他說 來了香港十幾年 那十幾年做什麼的呢 是不是真的 他根本上的心都不是說 在香港那裏呢 他居然在香港會回到陽光 插足一個鄉間鄉村的男人 就是他的生活還是要回到陽光那些很鄉土氣息的人與事那裏 所以你看他說那些說話 是完全不會看到他 是生活在香港十幾年的人 我亦都見過很多年 連英文都不懂的人 滿口香音的人 來了美國或者加拿大十年 整個人是脫胎換骨的 就好像我這個視頻 開頭講的那位的產草阿叔 他之前是講那些台山話的 他現在呢 就講那些英文都講得很厲害的了 因為他幾個兒子呢 都在這邊出生長大的 在UBC大學 讀完大學出來 都是在這裡工作的 他說回到家呢 那些兒子呢 就是講英文的而已 就逼著他和他的太太呢 就天天都要講英文了 他說沒有辦法 因為胃口奔馳要搵食 沒有辦法送那些兒子去讀中文 所以呢 一句中文都不懂那些兒子 其實在外國呢 很多人為那些兒子引以為榮的 不是因為那些兒子 他講英文 講法文 講西班牙文有幾了得 而是 很多父母會引以為傲的 就是子女講得一口流利的中文 這個當中呢 第一 他一定有那個 錢的資源 也都有時間資源 因為很多父母 你除非就是可以有一方的 媽媽或者爸爸可以送到那些兒子 定時去學中文 如果你說 父母都畏口奔馳的 守庭口庭的 那些兒子是根本 沒有辦法去學到中文的 所以呢 所以呢 就不是說在外國 懂英文就厲害 如果你是商語 或者是你是 學多一兩種語言 人家是刮目相看的 就好像在北美洲 很多人看那些小蚊子的牙齒 或者看一些人的牙齒 就看得出他家庭的經濟狀況 如果家庭經濟狀況不好 他家是根本沒有錢 拿一筆資源出來 去跟他的小蚊子去矯正牙齒 有很多人的牙齒 都長得不太整齊 但是在北美洲牙醫是很貴的 不納入醫療保險裡面的 所以你說幫小蚊子去做 枯牙呢 如果你有三四個小蚊子 這一筆是非常龐大的費用 是好幾萬元的 如果見到那家人的小蚊子的牙齒 要是他天生 如果不是天生 他整整齊齊齊 結結白白呢 他一定的家裡 是有這一筆資源 給那些小蚊子去做牙齒矯正的 就是一樣的 那些小蚊子 可以說到流利的中文 那些父母 一定的家庭裡面 是有這一筆資源在的 那所以這個 何痴痴她經常說 不去打工 打工仔沒有出息 你要知道有很多 真是高級打工仔 他們的年薪是 可以分成公司的股票的 有些CEO 執行董事 他們的人工是很高的 你老闆 你什麼老闆 賣鹹脆花生 也是老闆 對不對 在美國有很多大的 航天工業製造商 或者是汽車製造廠 甚至是做軍火的 那些公司的CEO 你不要看其他 在Amazon那裡 如果你是做一個CEO 或者一個打工高級的打工仔 那些是不僅 他有公司的盈利分紅之外 他的人工是天文數字的 所以這個何痴痴根本都沒有見識 不打工 你是沒有本事打工 沒有資格打工 很多沒有資格打工的人 在北美洲就是 自己去做生意 去做一檔超市 集貨店 如果是有本事去打工 全部都是入了 特別現在 入了一些科網公司 大的公司那裡 那些人工才是可觀的 好